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神经 我们昨天看了《出埃及记》第28章 那是讲到这些的祭司要为他们制造礼服 或者祭司袍 让他们能够穿上 那么来到今天的经文第29章 就提到这一个祭司的旧旨礼 一个神圣 而且好几天的一个的仪式 要在祭司要就职的时候 要去执行 我们能够从这段的经文看见 有许多的细节 包括好几轮的这一个的宪祭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想象 那一个的仪式是相当冗长 而且因为有不同的宪祭 那表示这一个祭司要不断的 来参与这个奉献的礼仪 这也很能够理解 因为这就是这个祭司以后 他要执行的工作 那么他所执行的这些事 就先执行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就从这一段的经文 做一点点的反思 首先我们看到 在这一些的礼仪当中 有一些的献祭 是提到特别明显的 比如说在第十节那边讲到 这个公牛要献上 亚伦跟他的儿子 要按守在公牛的头上 然后宰杀这个公牛 取他的血 浇在或者墨在祭坛的四个脚 其他的就要给烧掉 那经文就说在第十四节 这个牛呢 就是赎罪祭 那后面的经文 再下来第十五节开始 讲到绵羊等等 那边就讲到说 这是献给耶和华的藩祭 前面是赎罪祭 过后是藩祭 那接下来第二只羊 所做的这一个的献上 经文就没有特别提到 那后面再提到说 是姚祭等等 火祭 那我想我们可以简单的 整合这些的献祭 包括还有后面的经文 那称为几方面 第一个呢 是赎罪祭 第二是藩祭 或者火祭 那第三呢 总和其他的 我们可以把校尾叫做 平安祭 那第二姐妹 这几样的祭物 对一个祭司来讲 其实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除了是 祭司就职的时候的 一个的内容 那其实也是 祭司的侍奉跟工作 所涵盖的一些重要的意涵 首先呢 赎罪祭 告诉我们 祭司的其中一个任务 就是要把百姓 带到上帝的面前 当百姓犯罪 当百姓离开神的时候 祭司要宣告 上帝的心意 然后当百姓回转 他要帮助百姓 来献祭 现账这个赎罪祭 至少这个赎罪日 一年有一次 祭司就要去执行 这样的一个工作 执行这一份的任务 当然 祭司本身 首先要先为自己来赎罪 因为 祭司跟百姓一样 都犯罪 都是罪人 都得罪上帝 都曾经悲逆 而且我们都需要神的施恩 神的怜悯 祭司 在他的旧职里的时候 有这个赎罪祭 就有这个很重要的意涵 因为这是他工作里面 他的子分里头 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 今天放在基督教的传统里头 我们也看见 这其实也是我们信仰当中 所强调的一块 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 十字架并不是一个装饰品 十字架代表耶稣的救恩 那为什么耶稣要来完成这样的救恩呢 因为他乃是要代替我们走上十字架 代替我们的罪 代替我们面对罪恶的刑法 这是主耶稣基督 他所做的工作 而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主耶稣做的这个数聚集 是一个完整的 有果效的 而且永远有果效的 他不像过去亚伦跟他的子孙 这些的祭司 每一年都要重复做这样的事情 但主耶稣基督 他的救赎 他的献祭 是永远有果效 他并不是献上流洋 他乃是献上他自己的生命 感谢赞美主 我们看见这是其实一个重要的角色 要帮助百姓来认罪悔改 要代表上帝 向百姓来宣告赦罪的工作 第二我们看到这一些的番祭 那这些的番祭呢 在上帝面前要全然的焚烧的这些的祭物 番祭把这些的祭物带到上帝的面前 那其实是一种向神表达感恩 感激感恩的一个的表达 所以祭司的第二个角色 就是要帮助百姓能够向上帝献上他的感谢 上帝是把各种好处都赐给我们的神 上帝是那一位赐下主多恩典的上帝 献上番祭献上礼物是我们当向上帝的一种生命的回应 那第三其他的这些祭物我们还说把它整合成 叫做平安祭也就是和好的祭物 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罪的赦免 心存感恩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再一次的能够重新的建立起来 这一个的平安祭和和平祭那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的意涵 而祭司呢是站在神跟人中间 为世人代求也宣告上帝的心意 包括上帝的审判也包括上帝的赦罪 因此呢 祭司真的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他是一个和平之子 他要把两兆放在一起 在新约我们用一个字叫做中宝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其实就是大祭司 他是人与神之间的中宝 让人能够回到神那一边 也让神的救恩能够来到人的生命里头 祭司在救治里的时候 献上这一些的礼仪这些的祭物呢 是要提醒他要接下来 怎么样的来侍奉上帝 那同时这一些的祭物 这一些的礼仪 也是在宣告上帝的恩典 宣告上帝的心意 但愿你跟我的生命 也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不是祭司 我们也不是每个人是传道人 但是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去彰显 上帝的慈爱 上帝的美好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美好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